中共的管制在整个社会控制 左边是洗脑,右边是暴力 现在加了一个高科技 他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就是政权基础的问题 他的权力来源的问题,他没有解决这个根本 中共建政70多年 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想到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他想独裁 所以 你可以看中国社会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格局 你打开中国的这个媒体 就是你看一下中国媒体的那个呈现出来的这个形态 三个字 王天下 顾炎武说的,王天下 就是这种形态,你看看里面的那些狼心狗肺 各种狼心狗肺 我说的这个狼心狗肺不是说 某一个新闻主体发生的狼心狗肺的事件,不是的 我们说的是 他的整个的氛围是个狼心狗肺的社会氛围 就我们像之前讲那个 那封叫什么广西艺术学院的一个学生,20届的一个学生 他写了一封信,就是我要把6亿这些1000块钱以下的这个收入的人群给杀掉 包括父母 这就是典型的狼心狗肺 这就是典型的狼心狗肺 你去看一下,你打开 打开任何一个新闻网站 你把那些官话,那些废话去掉之后剩下的就是狼心狗肺 这狼心狗肺是什么 就是 道德沦上 社会公益之不章 法律的底线没有了 然后政府违法 政府违法,全国人民就乱来 大概就是你看到这是一片混乱的局面 就是 这就是古言武说的 王天相 他不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国家献肉食者谋之 对吗,就是你 你这个国家的事情,那你就士大夫去处理好了 但是天下兴亡,老百姓每个人都有责任 跑不掉 中国现在的社会的情况 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是中共 用 就搞错了方向,中共以为他的暴力工具,智能化的暴力工具 是他的政权的基础 这是中共这边 社会这边是什么 社会这边就是王天相 人心 人心已经完蛋了 大概就是 中国现在的时局 从政治 到经济 到社会,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 这是个什么局面,你看上去 很平静 但是底下 那个被子下面的那盆火在烧着 这就是危险的平衡 就是我今天 想说的这个主题 给我站在那边 那个不关键 你